我們開始看囉 來我們看下一個重點 我們介紹的是什麼東西呢 注意聽 我們介紹的是整數四則運算裡面的分配率 還有這個簡化的運算 OK 好那我們先介紹一下這個什麼是分配率 好 這個呢你已經看不懂 什麼叫做A乘以B加C等A乘以B加上A乘以C 你已經看不懂對不對 來我們做個練習的話 來這邊 譬如說看一下 你認為 2乘上3加2答案是多少 2乘上3加2 按照我們之前 對10沒有錯 按照我們之前所教的方法是說 先做小括號裡面對不對 那3加2是5嘛 對不對 它是不是5 然後你把這個5呢 去乘以2答案就變成了10 對吧 但我現在教你也是另外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呢你看一下喔 除了剛才講這個先做裡面的喔 你看這邊 我要講它一點喔 除了你先做小括號這個裡面之外 在乘以後面的數字外 還有一個方法就是 我把這個2呢 乘進去裡面 平均分配 好 所以怎麼乘 就是乘進去變成是2乘以3 然後加上2乘進去呢 2乘以2 你發現答案一樣是多少 一樣是10對不對 那你最好是 那狗屎好不好 預計好 我們看另外一個 譬如說 我如果寫上3乘上7-2 答案是多少 3乘上7-2 如果按照我們之前講的方法是不是 7-2是不是5 然後呢5 315嘛 答案是15喔 我們看一看這講的方法 它一樣 你把3乘進去 3乘以7 減掉3乘進去3乘以2 那答案會變成是21-6 答案會不會一樣是15 也會 所以這個東西叫分配率 就是說 我可以直接沈進去裡面 我從講一遍 我們可以怎樣 直接先做小括號裡面的 算完以後呢 也乘以外面的數字 或者是把外面數字 沈進來裡面 好 那你如果有疑問說 老師你幹嘛沒吃神經命量 學那種東西啊 啊就 用一般的方法就好啦 你幹嘛寫得那麼複雜 對不對 你剛過這樣子的疑問吧 就比如我剛舉個例子 明明這個地方 2乘上3加 明明就是 23得5 然後5或得10 這樣就已經很簡單了 你剛沒事這樣做 好 我舉個例子給你看好不好 譬如說 請看這邊 我如果說77乘以101 答案是多少 77乘以101 原本你該怎麼寫 你知道嗎 77乘以101 原本應該是要這樣子的 77乘以101 那還在慢慢乘 有沒有 就是77 然後呢 還要幹嘛 第一 然後77 就是弄得很複雜 對不對 那這邊我告訴你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你把這個101 猜成誰 你知道嗎 猜成100加1 猜成100加1 我們一看看好不好 你覺得77乘以101 有沒有等於77乘以100加1 我就是把101改成誰 100加1 不會 不會 你看喔 那我問你喔 我如果曾經去 你看這邊 這裡面如果有兩個數字 結果就到底怎樣 77要乘兩遍 你去這樣計 因為那是一個規則 聽懂嗎 那你看喔 77乘以100 是不是一個數字 對不對 然後呢 加上這個是1 7乘以1 欸77乘以1 是不是又是另外一個數字 那答案後面有答案 沒有 好是 你的疑問是 這個 21-4 21-6 21-6 因為這裡不是32得6嗎 有沒有這裡是32得6 這邊 會啦齁 所以答案多少答案 你看這邊 你看這邊 變成77乘以1 來變成是 7700 然後呢 加上77乘以1 77 所以才多少答案就變成77 77 你的不懂的點是什麼 你說 不知道為什麼這麼算嗎 還是 你是因為覺得太麻煩 所以不想 學那個方式嗎 還是什麼 就是我 好 那我們來舉個例子好了 來看一下這個地方 我們看一下題目好了 呃 我看這邊有沒有 有沒有類似的題目可以讓你做 有沒有類似的題目可以讓你做 這邊沒有 因為我知道你們聽不懂的原因 是因為你們會去排斥 去學這樣子的東西 你會覺得說明明就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幹嘛弄那麼複雜對不對 好 我重講一個 我們再舉個例子好不好 譬如說來問你一個問題 你覺得 888乘以999 答案是多少 我知道 你就不要問我的方法 你又怎麼算 你真的要慢慢沉嗎 當然不會那樣沉嘛對不對 那我做法怎麼做的呢 我們就把這個888先丟成 然後呢我們把那個 999改成什麼 99 是不是1000-1 是 聽懂我講的嗎 有 好那個 看懂這個嗎 厲害 這項目應該沒問題吧 對不對 我的意思是告訴你說 剛才我不是講那個例子了嗎 剛才我不是說 2乘上3加2 你知道是10 我也知道是10 只是說 我們一般來講 你不是先做下面這個3加2等1 對不對 好像2很得持嘛 那我就告訴你另外一個方法說 我可以把這個2乘進去裡面 就這樣子而已 我在講這件事情 就是說 它的結果也一樣是10 就是我這個2有沒有 存進去裡面 然後變成2乘以3就是6 然後加上2乘以2呢 4 答案一樣是10 聽懂嗎 譬如說 我這幾個例子給你看 比如說 8乘上 1加2加3好了 答案是多少 1加2加3是6 對啊 那可不可以用成8乘進去裡面 乘一遍 乘兩遍 乘三遍 看一下 81得8 然後呢 82 16 83 24 好 你看一下 8加16加24 答案是多少 是不是一樣是48 我在講這件事情就是說 你可以先算裡面的 再乘外面的數字 或者是把外面的數字乘進來 乘三遍 這樣貼得懂嗎 我告訴你們兩個方法 就這樣子而已 那只是說 對只是說 因為你們已經習慣用第一個方法 就是 反正先做這個就好了嘛 乘以去外面就好了 老師你根本沒事神經病 這樣就是個乘 這樣很麻煩 就是因為像這種題目 就要這樣算 比如說 888乘以99 你如果真的在亂乘的話 你不是覺得很複雜嗎 我們就怎樣 對我們就把888乘進去一樣 乘一遍 乘兩遍 所以888乘以1000是多少 是變成888000 然後減掉888乘以1 就減掉888 這樣懂嗎 所以答對方答對方 就是兩個相減 兩個相減 來減一下 888000 減掉888 來減一下 是不是2 1 5個1過來 2 1 7 8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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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對 難免八八七 1 1 2 這樣就快過了 這樣貼懂嗎 不好意思 你不懂的點是哪邊 我現在告訴你是說 我們介紹分配率 最主要的目的在告訴說 比方向這個數字有沒有 比方向這邊 12乘上35加15對不對 原本是先算裡面的嗎 不是50嗎 所以答案是600 那我們告訴你說 它可不可以等於 這樣子沈進去裡面 成兩次 我們有一個錯 就是 為什麼 加那個變成成 沒有啊 這裡如果寫加的時候 看這邊 這裡是不是寫加 不是 不是 它是前面寫加 然後然後後面寫成 它幾乎前面那個 這樣第一個就變成 不像這個 第一頁 你說像這個嗎 不是 這個 51 第二頁 第一頁 第一頁 51頁第一頁 51頁第一頁 對啊 那40 你說這個地方嗎 沒有 它這邊告訴你是 第二個方法這邊 它告訴你是說 如果我的數字 是放在後面的話 我也一樣 可以這樣子 乘一遍 乘兩遍 這樣懂嗎 所以你放那個什麼 括號的你放前面 跟放後面 結果是會是一樣的 哪一個 哪一個 那一個 那一個 我來講 看這個地方 35-15 乘以12對不對 原本是先算前面的 先算前面的括號 對不對 然後乘上12 然後我們先告訴你的方法 是說我可以把它 乘進去裡面乘兩遍 所以看到你 15乘以35 欸 變成35乘以12 一個答案對不對 然後呢 再來 再乘去第二遍 15乘以12 然後中間因為是-號 所以就跟著-號 所以這要分配率 分配率 分配率是說 我乘進去裡面 平均分配 就做分配率 會啦齁 這很清楚齁 OK 好 這給你看一下 我們來看